1998年,刘斐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,进入博明汉珠宝学院。 2000年,他获得珠宝金匠金工艺与设计大赛一等奖,成为英国最高级别珠宝大赛历史上首位获奖的华人设计师。 2005年,刘斐在英国博明汉创建了自己的珠宝品牌。 今日,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刘斐,回忆起最初的获奖经历,刘斐依旧非常兴奋。 我那天清晨呢,我早上起来吃早餐,然后电话响了,接了一电话说,请问你是刘先生吗? 他就跟我说,哎,你获奖了,被提名了,当时我就说你非常无聊,我就把电话挂了。 挂了之后呢,最后一次第五次打来说,说这不是开玩笑,然后确定我是刘斐之后呢,就核实3月7号能不能去伦敦参加颁奖典礼。 第一次参加比赛被提名就获得了金奖,而后,在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,刘斐供获得了35个国际珠宝奖项。 虽然品牌在英国,但刘斐的珠宝设计都是在用西方语言讲述东方故事。 2012年,刘斐在英国参加薄金创意大赛,要用薄金进行设计。 刘斐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点催技术,最终获得了大奖。 当时呢,我就用了点催,点催呢,是清代飞瓶头上的发粘嘛,那东西是古董,你不能把它弄掉,弄坏的。 但是我用高科技呢,做了一个这么大的,这么大的一个笼子,是用薄金一次到处成型做出来的。 上面镶了钻石和那个点催颜色非常接近的绿松石。 我希望能够承载的是一些思想的东西,精髓的东西。 中国的文化是,5000年的文化是有深度的,一定不是靠简单的图腾去彰显的。 刘斐说,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证实中国人也可以做设计,做珠宝设计。 15年,就是女皇登基60周年,我作为博觅汉的,就是代表这个城市啊,去伦敦给她庆身,就是庆祝她登基。 但是呢,并不是女皇亲自来,而是肯特公爵夫人出席。 当她下来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呢,就看到我的别枝了,然后就跟我说,嗯,这是你做的吗? 一个月之后,她的办公室,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,说肯特公爵夫人非常喜欢那个设计,然后希望呢,能够交流一下。 刘斐说,她想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,加深对文化的渲染。 我在英国畅销的产品,在我们在宣传的时候,大家首先提到的是华人设计师,第一就有中国了。 然后谈到我的设计理念的时候,我对唯美的认识,我对女性就是典雅的认识,都是建立在我在中国生活那23年,对中国文化的渗透,对中国文化的意识作性,对她的了解,这是在我骨子里的。